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如何更有男人味 我先說男人味不是真的味道 這應該不用特別解釋吧 很多人其實不是說他聲音不像男人 又或是身高身材不像男人沒男人味 有很多人會說 身高不到170這又追得到女生嗎? 我滿臉兜兜這樣追得到女生嗎? 我沒有錢這樣追得到女生嗎? 方常你追不到女生不是因為沒有這些 而是你沒男人味 你不敢去承擔互動的責任 你不敢去當影響者 所以把原因推到既定事實上 當然那些可能會影響成功率 但其實當你有完全展現自己 不怕衝突不怕去散發自己的影響力 那些東西影響就沒那麼大 很多時候男人味是一個狀態 簡單來說你是影響人的人還是被影響的 我不是說你跟人講話就一定要在那邊控制人 你一定要聽我說話 你不聽我說話我就告訴媽媽喔 沒有不是這樣也不需要這樣 而是在互動中你會敢於發表自己的想法 還是講話會很保守不敢發表 怕對方對你的觀感 當你會怕你很容易呈現你就是被影響者的狀態 又或是對方一舉一動你就大驚小怪 會的話你就是被影響者的狀態 那麼你很難散發魅力 你是被影響者的狀態 你不會去在乎所謂的測試 又或是對方不理你或對方對你的觀感 而是只是發表自己的想法去互動 很自然的就會去承擔互動的責任 很多人他在互動的時候 已經要尷尬了 他就真的讓他在那邊尷尬 那個吃完飯要幹嘛 呃我也不知道欸 呵呵呵呵 這男的在幹嘛 我都暗示可以幹嘛了 他說不知道是怎樣 這就是要去承擔起互動的責任 不然你就很沒男人餵 所以我常說你尷尬對方就尷尬 很多情況女生甚至是不會暗示 他也很喜歡你但是害羞所以不會表示什麼 你卻不敢去主導當影響者 很多情況互動是雙面向的 你只能當被影響者的狀態 那麼當然場面是怎樣 你只能讓場面變那樣 但是你相信自己是可以變成影響者的狀態 就算場面多尷尬 你都可以去還場 互動要什麼感覺 你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而不是讓他懶 之後女生不跟你出來 你就在那邊想 一定是我不夠高 我不夠帥 我不夠有錢 不夠有錢 那就去賺錢 這至少是可控的吧 假如你很在乎這個 多帥其實是可以整的啦 你真的很建議的話 當然會有很多因素影響著我們 讓我們無法常常當影響者主導 不過你跟女生是一對一的狀態 你不用面對十幾二十個人 要他們被你影響 你只要面對當下這個女生就好 你可以去觀察 一個團體裡面一定有一個是影響者 其他人是被影響者 你可以去觀察之後去想 為什麼他有展現什麼特質嗎 自己有什麼是缺乏的嗎 當然大部分情況就跟我剛剛說的很像 敢不敢去承擔互動責任是很大的一點 當然我不是說你當影響者 你就要很沒禮貌 聽我的準沒錯不準否定我 一樣我們也是要有同理心的跟人互動 只是也不會讓自己怕東怕西 當你可以很自然的去發表自己的感受 不被限制 互動永遠都會習慣性去承擔起互動的責任 不會找一堆藉口 安慰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改變不了 你很自然的就會有男人餵 很有可能就會慢慢吸引女生喜歡你 而這些也是生活習慣想法的改變 你無法一瞬間達成 你得慢慢練習 我有遇過聲音很鮮細的男生 走路講話方式很斯文 可是你跟他對話 你就會感覺到他滿滿的男人餵 因為他敢於去承擔起互動的責任 要不是我對男生沒興趣 不然我就… 沒有啦 總結 不要拿一堆改變不了的既定事實來當藉口 說自己因為這樣追不到人害怕 去承擔起互動的責任 思考自己是影響者還是被影響者 隨時去想怎麼當個影響者 好 我們今天話題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